现在不少人都喜欢 把电子产品放上网转售 但一个不小心 好以五多买卖陷阱 日前我们收到报料 彭先生在网络平台上 放售一部古董相机 收到一个著名收机仔 疑似是收买佬的信息 表示有兴趣购买 两人于是相约面对面交收 本来就说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谁知道去到现场 出现的并不是电话沟通的收买佬 对方突然改变付款方式 据为银行购买 过了五分钟 电话响 WhatsApp有个信息 我一看 他给了一张2万2个购买 他说你查一下 我用他的手机查 发觉是支票来的 交换票 因为这些网上 和你们之前都说过 这些支票多数都骗案 我跟他说 先生你老板玩东西 你不要走我报警 我立刻报警 他就想走 我就拦住他 我拦住他之后 他都想反抗 但是 他很不幸 刚好有一对警察 现在就在秦罗行过 秦罗的警察 上前想查买家的身份证 谁知他说 早几天打波整跌了 警察于是将他带回警处 彭先生警觉性那么高 所以成功被过一劫 没有任何损失 但就不是个个都那么好彩 陈先生同样在社交平台 放售电子产品 他以12000元 放售一部航拍机 骗徒在社交平台 联络陈先生 两人即日就约在 鑽石山地铁站教授 搅择的时候 就有个女孩 来首先和我去检查 那部红白机 这个过程都是很正常的 查完那部机之后 再在电话那里 即是在 过了一筆数给我 就是大概 那12000元 就是我买这部红白机的价格 然后我查了 我的银行户口 多了12000元 他就再联络我 就跟我说 说他不小心 进了9800元 没我的户口 接着就叫我给他 所以我又很快地 用了转速发给他 接着又 他就跟我说他弹了 又弹了一票 所以 一弹了那一筆 钱贩 所以我就 再去慧玲基 我进了9800元 回到家 留下 我就查一查 我的电话 就发现 全部之前的钱都弹了 那时就知道自己 被人欺骗了 接着就报警 陈先生总共损失了三万多元左右 之后他走去报警 不过对方就刪除了所有信息 之后笑声力迹 彭先生将当日发生的事情 放上社交平台 得到很多回应 发现联络其他受害人的 都是同一个电话号码 他相信背后有一个诈骗集团 这个一定是集团 它是用了很多方法 来降低你的警惕心 因为骗徒始终的技巧 他做开这些技巧很高明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